司長,我也有留意你經常寫網誌,你的網誌都被廣泛報道 今天你來立法會時,也多番強調你網誌傳達的一個訊息 就是現在香港的經濟艱難,我們已經在抗疫防疫方面用了很多錢 過去包括三千多億的錢去幫助不同行業 我們的財政儲備在短時間內急速下跌 司長,我想這個訊息是很清楚的 但我很希望司長也想一想 給市民的感覺,司長正在做管理期望 財政預算案,其實市民要明白司長的艱難 未必要有很多大的期望,期望再開庫房做某些工作 但我希望司長也想一想,因為現在是百年一遇的特殊情況 這個疫情也是世紀疫情,我們雖然真的花了很多錢 但我們的財政狀況,我認為依然是穩健的 還有八千多億的盈餘,也是世界少有的一個財政穩健的地方 我希望司長可以答應我的,在這個預算案內要有些針對性 或者對個人幫到忙的措施 司長,政府雖然花了三千多億,但市民的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覺得政府幫大不幫小,或者是幫企業不幫市民 現在最需要政府幫的就是一群失業的人士 但你看回之前那三千多億,除了司長 你去年財政預算案,這個要賺的 司長,你每人是派一萬元,也都接受了我們意見派一萬元 之外,其實政府在其他措施裡,是極少針對個人的 而這群失業的人士,你剛才回答,就叫他們拿中援 但司長,其實你有研究,來得知中援的困難 就是他們都是家庭為單位的 這群人是極需要一些個人針對性可以幫忙的措施 我想司長,你答應在財政預算案內去想一想 不要刪斷短期的失業門座的門 雖然你剛才就說羅志剛局長要想 但如果司長,你願意推和羅局長去談,我相信還有機會 其實你中觀世界很多地方,其實都在這個特殊的情況 都推出短期的失業縱緩,正正是幫這群最需要的朋友 我想司長答應可不可以去想一些給個人的,是針對性的 特別是這群失業、開工不足的人幫幫他們 除了這個之外,之前我們民建聯都建議了 都知道不可以只是靠開倉派米的 所以我們就說想想強積金,在這個特殊情況下 可不可以讓市民提取自己的錢硬去應急 不過許正宴局長來,立法會答過很多次都是不肯的 我想問司長,你會不會都突破一下思維?想想想 我再強調,是一些針對性個人的措施,特別是這群失業、開工不足 剛才你影片都說的,收入其實是減了8%的 這群人是最需要我們幫的,你可不可以幫忙想想想? 司長 好,謝謝主席,謝謝李惠琼議員的提問和建議 主席雖然我提到今年是歷史歷史最高的財政縮字 不過亦都說了來年下年我們仍然採取一個積極的財政姿態 縱使是一個赤字預算,只要能夠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下,幫到市民,幫到工商百業,我們都很樂意做 至於李慧琼議員剛才所提的,譬如是短期失業援助 其實我都注意到羅智江局長在6月份的時候,他寫了四篇網誌 他亦來立法會早前回答大家問題的時候,就短期失業援助計劃是否可行,做了一番論述 這個亦代表了在目前來說政府的考量 至於強積金是否可以讓市民大眾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拿來用呢 在這方面許正宇局長也好,行政長官也好,亦都做過一些解釋 在這方面因為強積金的設計,都是希望大家在工作期間有所積累 能夠幫補一下退休的時候的需要 他兩位所說,亦都代表了我們現在特區政府的立場 至於下一步,在預算案裏面,就住李慧琼議員所說 怎樣可以具體幫助市民大眾 我們大家一起探討 多謝主席 主席,他沒有答我一個問題,可否叫他答應我財政預算案裏面 真是會想有針對性的,個人的,最需要幫助這班人的針對性措施呢 你雖然說短期失業援助 你會不會在財政預算裏有些表示 可否可以想這方面呢,不要再只是想,一定是幫企業 行業都是要幫的,但個人過去真是有幫得不夠 我想簡單答一答,好嗎 多謝主席,主席,終於我剛才所說,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OK